后面中可以看到一台机车停在路边 这时对向车道一名白衣男子越过车道朝着机车走去 发现机车上的钥匙没有拔 他竟然直接坐了上去一催油门离开现场 不过这台机车却不是男子的 车主发现爱车被偷后连忙报警处理 警方货报之后调阅监视器发动拦截围捕 不久后在一间便利商店前发现男子以及遭窃的机车当场人赃巨货 更发现男子是酒驾来听一下警方最新说法 一名张姓男子酒后于路上悬逛 恰巧看见一辆车上还插着钥匙的机车 顺手就将机车骑走 车主返回时转不到机车立刻报案 警方调查张姓男子是地方贯窃 他喝完酒之后看到停车阁内有一部机车 他竟然直接将机车骑走 警方逮捕张男时他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 全完讯后被一切到五兆驾驶酒驾移送法办